不知道外头的情况如何了 凤铃还好吗 希望这些香囊 能让凤铃舒缓精神 伤亡战事的反忧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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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让你去打听消息 谁把你气成这样了 就没见过那么讨厌的人 猛衣的九王子在城外叫骂 威昊气不过回嘴了 还被容紫七说了一顿 那不回嘴 难道任用猛衣人污蔑皇上和王爷吗 这我就更听不明白了 你这是在生容紫七的气呢 还是在生那个猛衣九王子的气啊 小姐 我 当然是那个九王子 他们骂的才叫难听呢 王爷偏偏吩咐 让沉默应对 将士们被骂得气愤难刀 军情激愤呢 这激将法虽然老套 但是能够让军心浮躁 凤铃现在不能出战 将士们再激愤暴躁的话 就更棘手了 我也不顾 把军心浮躁 你也不让军心浮躁 你又当然 Raised 你还不信 谁会 我看得不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王子 查出来了 在城墙上弹琴的女子 正是梁王妃 国舅爷 国舅爷 下官孝平城支县和守城 攻应国舅爷 国舅爷一路舟车劳顿 辛苦了 朝廷指令 收到没有啊 收到了 收到了 所需粮草都已备妥 不敢延误啊 延误不了 那便大人 正是梁王妃 实在是梁王妃 是梁王妃 在城墙上 是梁王妃 你还在城墙上 你还在城墙上 那麁王妃 是梁王妃 不敢延误 我都没人 下官府里暂些如何呀 好 好 好 交代下去 今天大军驻扎在孝平城 谢谢 带路 真是我们的福分党 来来来来 真是福气啊 真是福气啊 探子回报 说敌军的援兵已到 却驻扎在孝平城 按兵不发 二王兄 你有何看法 你们说说 他们这葫芦里 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啊 眼前两国军力相当 他们却停滞不前 其实是故弄玄虚 让我们以为有机可乘 好尽快攻城 然后他们再从孝平城 截断我们左翼 来个内败夹击 屠夫将想太多了 以我看 他们就是虚张声势 朝廷根本派不出大军 乌合之众 根本无法上战场迎战 所以 他们就驻扎在孝平城 不敢过来了 据宪报援军的主帅是孙国忠 听说他和梁王向来不谋 恐怕这次不是真心来住 二王兄 不如由我前去孝平城打探虚实 再做决断 好 来 这个 来 这我 好 来 接着 快点快点 动作都快点 孙大人 孙大人 战事紧急 粮草是否能先行啊 袁公子 我知道你心里急 可是军令如山 恕难照办 可是那东关急需这些粮草啊 大人有令 任何人不得随意开仓 走 王爷 朝廷的援兵当了 可是他们驻扎在孝平城 没有钱来迟远 如果是这样的话 若是敌兄全力来犯 恐怕那东关死伤惨重 就算援军再来救援 怕也于事无捕 可恨孙国忠 草莲 凤林 岳缺不是随大军回来了吗 大军是由孙国忠统领 岳缺人为延青 他怎么能左右孙国忠的独断呢 王妃有所不知 此次增援 看似孙国忠领军 可幕后操纵者是皇后娘娘 末将推测 娘娘是有意趁此机会铲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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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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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